到底我們今天對於這個侯伴所提出來的方法 具體的回應 首先我們還是認為應該用全民調的方式 因為這樣子的方式呢 是比較符合公平 而且能夠服眾的一個方式 另外我們還是主張在進行民調之前 必須要先有辯論 所以呢這個辯論以及這個民調 總共要選幾家 民調當中的問題選擇 這些東西都是需要時間來做討論的 所以剛剛主席也具體也提到 希望在本月之前 能夠做出相關的這個研討 還有呢 相關的這些問題還有方法的研議 所以恐怕是希望在這個月底之前呢 雙方就要有對岸了 也就是說針對侯伴所提出的 用爪民主式初選的方式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用全民調的方式來進行 首先感謝 朱立倫主席還有侯友宜參選人 還有 有期望說在野立案可以整合的 希望國家不要再把利器浪費在這種無謂的爭執上面 他期待說貧富懸殊能不能減少 那個年輕人低薪的問題能不能減少 事實上在今天早上的在駐台的外國記者會 他有提出一個問題 他說從統計數字上看起來 台灣GDP有成長 我說沒有錯 的確是GDP有成長 但是你曉不曉 貧富懸殊也越厲害 所以這種分配不均的問題 也是起人民期望去改變 再來 台灣人民期望是說 我們國家面對的問題 不管是缺損、缺電、缺地、缺工、缺人才 甚至缺雞蛋、缺豬肉 老保費要破產了 健保費又不能控制 有很多我們需要嚴肅去面對的問題 一直都卡在那裡 也沒有有效的解決 更重要 台灣人民期待說 台灣是美麗之導呼和謀殺 而不應當是 在外國人眼中看起來是 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好像隨時都可能發生戰爭 本來 政黨有它的主體性 所以本來選舉應該是 每個政黨各自去努力 但是我們也看到了 目前台灣社會期望 政黨輪替的民意超過60% 所以也為了呼應這個民意 我們要想說好吧 那既然民意如此 那是可以討論政黨合作 所以對台灣民眾來講 他的目標是 贏得選舉 達到政黨輪替 可是我們現在看起來 國民黨的戰略目標 好像只是 贏過柯文哲 而不是去贏得最後的選舉 那對我來講 不管是選舉或執政 它都是一個改變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 所以在這個 我們除了要贏得選舉外 我們也開始提出說 聯合政府的這種概念 那事實上在台灣歷史上從來沒有聯合政府 因為我們不像 華國、德國或是 昏蘭這種國家 台灣聯合政府 已經有很長久的歷史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 這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所以在這半年來 你知道我常在思考說 如果讓台灣可以長治九安 所以我們開始主張說 我們終究最後應該走向內閣制了 所以提出了各種論述 除了聯合政府的這種概念 除了要贏得選舉 所以我們當時就說如果要合作的話 那我們就應當是用一個大家都可以認為公平的方式來比賽 我當時的提法就說 好那不管就 你要比照 2020年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 他也是做全民調 事實上 國民黨在上一次選出總統候選人 也是比民調 甚至這次他們把郭董打下去 也是民調 那更不要說民進黨 所以為什麼不用一個 在過去20年已經形成慣例 而且被證明是一個 大家都可以 那個信度效度可以被接受的一個全民調的筆劃 我特別要去弄一個叫做開放式初選 其實我非常清楚 我們說全民調 他說開放式初選 然後最後聽說 那不然1比1 50對50 其實我非常清楚 今天如果比全民調的話 我要贏過國務有20% 沒那麼容易 但是如果是比這種開放式初選 你知道 投票的時候設在國民黨的民眾服務處 設73個 然後他們有造冊有動員 在那個開放式初選 他贏過我60% 非常容易 所以我也非常清楚就是說 不應當用這種方式就是說 你說這樣我說這樣 不然一半 可是我會 本來我還想說好吧 你這麼喜歡開放式初選 那我就跟你來一個線上線價整合 開始可以網路投票 我後來想一想你知道 他還是沒有解決那些灌票的問題 所以終究我們還是沒有沒有在提出這種對案 那今天早上 這個陳志涵一上班就給我看那個報紙頭條 我覺得是這樣 不應當用這種好像下最後通牒你知道 還這樣就要一天之內恢復 感覺上就好像大黨在打壓小黨你知道 更明白講這簡直就像逼婚你知道 而且連那個選票都幫你印好 只有柯佛跟佛科 他完全沒有讓你選擇的餘地你知道 我想今天民進黨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獲得權力以後的傲慢 才會變成墮落這麼快 所以是這樣 我們不希望說 有一天我們拉下一個傲慢的政府 又換了另外一個傲慢的政府上來 這不是我們期望的 所以結論是這樣 2024應當是台灣改變命運的轉捩點 所以順應民意讓台灣贏才是最重要的目標 市長我們想要問一下 就是21號那天是跟柯市長談到什麼 那為什麼會有轉變說 最後是可以接受當副手 那底線是不是就是說 兩人都應該要在同一張選票上 其實在21號之前 朱主席就跟柯市長也見過面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觀念 很早我們就已經決定 我們要組的是一個聯隊 就是一個組合的隊伍 絕對不是一個單一淘汰上 所以不管朱主席很早跟柯主席見面 也是在說這件事情 包括21號我也是在說這個事情 這才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為什麼時間見了很多次面 到這個時間點 我才對外說明 是因為藍白既然要合也是六成以上的民意 希望政黨人替藍白合作 那既然是藍白就是合作 就不是聯合遊戲不是淘汰遊戲 就是要主張出來一組最堅強的獲選人 然後各自有自己的支持者的群眾 兩個人在一張選票裡面 大家可以支持我們自己的人在這張選票 所以藍白是一種合作 不是聯合遊戲 所以從一開始不是在21號談 21號之前就一直 其實朱主席有講過了 那我21號是在跟 和文哲在說 我們最要的前提 就是要藍白合作 不是一個人贏了就錢了 全部都是要歸隊 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的支持者 面對這樣子恐怕很難接受 一定是要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這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期待的是一個團隊的合作 不管誰當投手誰當補手 大家都是並肩往前走 當然這裡面才開始說要做前民調 那國民黨這邊主張民主出選 那因為大家有時間的壓力 所以我也說 那等一天我們再繼續談 那歌詞心裡也回應 那我期盼的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方式 其實大家都可以採折衷辦法 那比如說前民調一半 那民主出選我們一半 那我們民主出選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就近代柯主席 在整個他提出的比賽的方式底下 把兩個方式大家共同 來用折衷辦法來面對 如何產生這一組的最強的候選 那我說到如果他明天之前沒有回應的話 那這樣比賽就結束 要進入政黨協商有多 今天我想這樣子說 因為時間很急迫了 不管是民主出選的底線 大概有10天的運作期 那再加上前民調也要5-6天 他們的時間是10月1個 我們的時間是10月5號 所以在這兩三天 大概就要決定 要不要用這樣一個出選的方式 產生一組最堅強的候選人 那最堅強的話呢 一定是把兩邊的組合 然後去做一個比較 然後大家一起選出最強的候選人 才有辦法去達成政黨人權 也符合人民的期待 政黨協商的話 預計說有哪一方的主持比較公平 要是到處還是小市長的話 那是不是真的過去了 我想今天下午 柯市長會回應嘛 我們敬待柯市長的回應 那市長這邊有沒有做好 就是可能藍白不合的準備 因為其實很多支持者情感上 是不能接受國民黨當負責的 我也可以理解嘛 但是我知道國民黨 也有很多人有一些想法跟聲音 我要在這裡特別再說 因為全國的民眾 六成以上的民意 民意才是最重要 我們一切以國家 以國家為前提 以守護中華民國為前提 像我反對台獨立場非常清楚 守護國家為前提 在這前提底下 沒有所謂的個人 其實出來選舉只有一根信息信念 就是守護中華民國 保衛台灣人民 這是我的信仰 我都沒有扁軌嘛 那個人呢 其實沒有那樣的重要 一切守護中華民國的安全為最重要 只要不斷回到 全體負責任 即使 我們相認 各麽的經驗 我們都沒有想到 你 是 我們都沒有想到